大家好我是Tim 今天要來分享一個廢土三、一個賺錢的方法 那就是我們昨天啪啪 第八部分 拍完之後呢 我們的Spence女主角的部分 我再點他的技能 然後他的交易終於七等了 那七等我們就可以點這一個 Antics Appraiser這一個 他這個天賦效果是呢 交易七等的技能 的天賦 他效果是你的那個垃圾物件呢 有5%的機率可以賣出50倍的價值 50倍的價值 所以呢我們今天就來測一下 那因為一般物品你買來賣掉呢 他是會有價差你會虧的 可是其實呢有一個東西 這個 懂一下 這個 這個廢鐵的部分呢 他其實買回賣回價錢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今天像我們現在只有2500 我們就來測一下 他這個5%的機率 觸發率到底高不高 然後觸發之後金額會是多少 那你也不用去拉了 因為他預設就是買一半的量 反正你就買這個 648個 單位 然後你買賣就這樣就這樣就好了 對你已經買了嘛 你再回來這邊 不用點不好意思 就直接點是要Junk就好了 然後一樣再繼續再買 再Buy 再是要Junk 再買再Buy 三次了齁 欸剛好 哇我們才不到10次了 這才6或7而已吧 已經跳到3萬多塊了 然後你點開這邊 就會看到他這邊提示你 你找到了一個 這個應該是古董吧 他提示你賺了3萬多塊 所以他其實不是說你其中一個物品 50倍 5%他沒有 他是你這一整批的 他直接全部成50 所以我們這樣就已經很輕鬆的 就已經賺到了 3萬多塊 那 意思就是我們可以去 依據我們的需求去買頂裝 頂的武器 頂的護甲 然後呢 子彈什麼也都不用怕 就可以直接矛起來打了 就這樣分享這個技能給大家 就前期大家如果說難度 想玩高一點 那打得很痛苦的話 就建議你創一個角色 然後呢 想辦法去把他的那個 交易點到7等 點到7等的話 點到7等我不確定要幾點 前面3點是1點 這樣是3 5 7 這好像兩個都3點 所以要13 要13點的Skill Point 才能點到7等 你就建議大家創一個 Ranger 就點這個 然後想辦法去刷那個 剛剛那個Scribe 然後再去 再去商人那邊這樣 買啊賣啊賣啊賣 去刷 刷錢出來 會比較好 反正 反正他的裝備呢 也不是說你直接就可以買到滿等 就是讓你打的子彈啊 什麼不要打的那個結局 好像覺得很 支援控碼 跟玩惡靈古堡一樣 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這一個 因為我昨天終於 這個Spence 他終於把他交易點到7等了 然後可以來測一下這個天賦 然後還有他這個 實際的 賺錢的 獲得資金的狀況 分享給大家 那大家就可以 如果玩的那很痛苦的 沒錢買裝備 真的覺得打不下去的 可以考慮用這個方式 反正 我覺得就是頂一點的裝 你也沒有真的到那麼頂啦 你被敵人先攻 一群人過來圍毆你 像我這些力量不夠的 我也穿不了最頂的那個裝甲 那頂多護甲再多充一點點而已啊 被人家圍毆 像那種野獸會狂暴的咬你還是一樣 四十幾點還是會死啊 所以我覺得沒有到那麼破壞遊戲體驗 或者說你覺得錢上去那 你可以剛好可以調高一個難度也不錯了 好那以上就是這個賺錢的這個 交易七點天賦的分享 謝謝大家